看看新闻网 就会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世界末日有过好多之前的 各种各样版本的言论 我们来个步伐看一下 这个世界末日的谣言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大概200个版本了 比较著名的 我们来看一下那几个 公元970年3月25号 一些术式的末世语言 引起了西方长达30年的恐慌 1891年摩门教世界末日 1910年哈利慧星毁灭说 2000年的千禧年危机说 那么到现在是2012年的这种说法 现在还有人说 预测4006年 可能还有一个世界末日 那这么多世界末日 都已经证明 我们都安全地过来了 没有问题 地球没有毁灭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去相信有世界末日 这个谣言的存在 其实世界末日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从咱们这个文化传统 不论从东西方来说的话 它都是长期存在的 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里面 和神话里面 都有类似的一些说法 但是一些比较发展的 成熟的一些宗教 他们就不会说 宗教的这个世界的末日 家里生活当中出现的 一些不如意的现象 那么他们会用它来宣传 来就是来蛊惑人心 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那实际上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一些宗教的世界末日 实际上是对于 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思 并不是真正的告诉大家 某一天地球就会毁灭 如果说是一种反思 倒也好了 我觉得它甚至是比反思还不如 如果是一种反思的话 它是一种文化的符号 但是你要是说是 几月几号的话 那我觉得不是一种反思 我可能觉得是一种 别有用心的做法 换句话说 邪教组织把这些 世界末日的谣言所利用 那么他们就粉末登场了 没错 那我们界定现在是 我们叫做全能神 是一个典型的邪教组织 那邪教组织有哪些特性 这个全能神 特别符合这个特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全能神的话 它是有一个教组 这个教组现在是在美国 叫赵维山 那么他会向国内的一些 全能神的一些信徒 发出指令来说 现在2012年 世界末日要到了 你们要向大家去传播 这样的一个邪说 然后的话才吸引很多的人 放弃自己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那么来相信他的 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做法的话 应该说是具有了一个 比较典型的邪教的特征 那除了这些之外 那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特征 被这个全能神组织所利用的 那毫无疑问了 它可能的话 它是用一种非常严密的 一种组织形态 比如说据说我们从新闻媒体上 已经揭露出来了 他们是用自己的单线的联系 然后这种联系的话 就显得非常的隐秘 不为社会所知 那么如果有一些人 已经看穿了 他们这样的一些伎俩的话 他们会退出这样的 全能神的组织的话 他们会受到全能神的这些 其他的一些信徒的一些危险 我觉得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不仅是 对自己的身心造成危害 而且对社会 也有很大的影响和破坏 您说的这个组织形式 我听上去有点像传销 差不多 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传销 那您刚才讲到了 他对于社会生活 都有一定的危害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表现 比如说的话 他会鼓动这些信徒 告诉他们说 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 你们需要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 有一些比较天真的信徒的话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他们会把自己的家里的财产 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 然后把这个钱是捐出去 那么为什么 我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不如意的现象 我们都可以会消失掉 那么我这些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我的正常的生活 没有必要再用这些钱 就是他们就会变得一个 把自己的正常的生活 全部会给破坏掉 那全堂神这个邪教组织 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那据说是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而且它是经过了 有好几个是从利用了一些 基督教的思想 然后不断地演变 不断地改变改头换面 来欺骗群众 那以前有没有前科 以前有没有利用过其他的一些形式 来欺骗我们的老百姓 有啊 1999年的时候 他也会宣传自己的话 也会宣传说 世界末日要到了 那么这样的话 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的动乱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微博上 观众朋友都有什么样的反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位说千禧年的时候 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 怎么还不吸取 相信科学 坚定自己的信念 就不会让邪教有机可乘 另外一位说 两天之后 全能神必将成为吹牛神 未雨不信 拭目以待 那我们两天后 就是要看看这个21号 我也相信 肯定不会是一个世界末日 也相信经过这么多次的 世界末日的传说破灭 大家也都相信 世界上没有世界末日 但是为什么 还会有一些人 被这个邪教组织利用 我们需要有什么东西 进行一些反思吗 那当然了 我们讲的话呢 就是人们对这种末日的 一种情节的话呢 它是有很深刻的 一些文化的传统的 同时的话呢 一些社会现象的话呢 也会容易造成一些 这种末日的心态 比如说我们会遇到 一些生活的压力 会遇到一些不如意 我们觉得也许 我们的收入不如别人 等等 像这样的一些压力的话 它会如果说 一旦被这个邪教所利用的话呢 它就会造成 很大的社会影响 那不是个人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在我们讲是无为一体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建立 很好的预警机制 我们要在这个有相关的建立一定 这样的社会的防范的机制 那么及时的发现 制止这样的一些现象 那么这样的话 才能让我们社会能够正常的发展 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可能有的时候 邪教最开始只是以练功 或者以其他的一些 传一些他们所谓的信条的方式出现的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辨别出来 这个组织有可能就是一个邪教 那么我们的话呢 其实宗教的话 在改革开放以来呢 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我们有五大宗教 那么在我们全国的话呢 都是发展的 应该是非常的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种的话呢 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如果他对宗教方面 有些需求 有些好奇的话 他可以找到这样一些 合法的宗教组织 找到这样合法的团体 和合法的场所 我们去了解 究竟什么是宗教 那么这样的话呢 避免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遭到这样的一些 我们讲这种 所谓的邪教信仰的一些侵蚀 一些影响 好 谢谢您 宗主任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认清 邪教组织的真面目 一旦发现邪教组织 要立即报警 而21号所谓的末日 也不会来临 但我们不妨在那天 也和家人朋友 接世界末日 反思一下人生 这对我们的未来 实际上更加重要 感觉好 感谢观看